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,农历年节将近由新竹市府筹办的基里木巡林思梦都溃足吧。 2月3日在京城一路与三路路口的将军村停车场顺大举行, 除有眷村年菜项宴、眷村饮食文化主题展、年菜料理教室等项目, 当天现场还免费提供2000张美食兑换券, 民众只要持107年1至2月发票。 二章即可兑换美食券一章。 市府今天举办记者会,市议员钟淑英、郑鸿辉、张族演、曾姿诚等人及周边各里里长接热心出席参与现场充满浓浓年味。 文化局副局长李星耀指出,眷村生活中的饮食是眷村文化相当重要的一环, 但随着眷村居住形式的改变,眷村美食逐渐失传。 为推动眷村美食在线,分享眷村妈妈们的拿手好菜。 市府特别举办这次眷村文化节活动,希望维系昔日眷村居民的情感。 除年菜饗宴外,当天还有眷村饮食文化主题展纪年菜料理教室, 将呈现眷村居民与时序节庆的故事,让民众了解眷村饮食文化与节庆的关系, 群聚欢庆年节等。 另外,还会邀请料理师副手桌教学,让记忆中是代家传手艺私房菜,延续传承。 今天记者会现场有不少眷村民众从家中带来拿手的眷村菜进行展示, 其中中熟英一员的媳妇林采节更带来泼泼擅长的冲菜。 中熟英说冲菜是用菜心前端的,嫩芽嫩叶做的,过年前适逢盛产, 做法是先将菜叶洗干净,晾干,切小段,锅热了快速翻炒,不用放油,炒到半生熟起火, 接着将炒好的冲菜装在玻璃罐中,并将瓶盖缩紧让它焖着发酵,放凉了把进冰箱保存, 再依个人喜爱将冲菜加一点酱油、糖、麻油、盐巴等调味料, 就是一道带着枪笔味的美味小菜,让人一口接一口,枪到爱不释手。